各位家人,大家平安! 大家好! 后学很荣幸有这个时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感恩祈福这一堂课 我们今天的课程,打开信心锁时到最后一节了 那这个时间,后学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分享 何谓感恩祈福 那么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后学要跟大家探讨分享什么呢? 后学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后学自己的修办故事 自己的修办故事,这么多年来 心存感恩,你才会觉得自己收获很多 那么在这一堂课里面,后学分了几个段落 要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第一个先跟大家探讨何谓感恩 如何感恩 那么再来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后学的成长历程 自己的修办历程 这几年来呢,后学自己的一些心得 那再来,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到场很有活力的一群年轻人 一群团体,我们称之为贤德 称为贤德 到最后呢,会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从事做了哪一些事情 那么最后呢,就是今天的交叉结论 好,各位前选慈悲,我们来分享一下何谓感恩 有时候我们受到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呢,或许是今天的考试 你的同学呢,帮你解答了 甚至是呢,你今天出门的路上呢 遇到了一路上全部都是绿灯 你也会很感恩,对不对? 那如果说今天你只是去刮个彩券 你甚至是去买个东西,中了一个两百元的发票 你也会很感恩 那如果没有感恩的思想 其实啊,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会觉得非常的不顺 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啊 人生万事万物 总是会没有每一件事情都顺着我们的意,对不对? 如果说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按照我们所有的SOP 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好的话 那这个人生不就起太无趣了吗? 当我们人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 其实呢,这个是上天在给我们的一个考验 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能够遇到这些挫折,如何去转念? 那么后学呢,在基金会的学习呢 受到上方的教导,还有各位老师的慈悲栽培 让我们能够心存善念 而且时时感恩,时时转念 所以何谓感恩? 感恩其实就是一种思想 感恩是一种思想 今天别人对我好,我心存感恩 这一个情我可能会记很久 甚至是记一辈子 但如果人家今天的一个举手之劳 甚至是人家今天帮了一个很大的忙 如果或许没有心存感恩 其实这件事情就如过眼云烟 甚至人家说的过河猜桥,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培养一个感恩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思想 那不管在面对任何的人际关系 面对家庭关系 甚至是面对社会关系 我们都能够心存感恩 不管人家对我们好 不管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们都心存感恩 好 那么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学自己的成长历程 其实啊,后学的家庭算是普通 算是很...就是一般的生活的家庭 但是因为在后学有记忆以来 后学的父母,甚至是后学的爷爷 就已经在基金会里面服务 长期当志工 那么小时候呢,后学就常常看到 爸爸妈妈晚上就是都会到佛堂 到基金会里面去服务 那个时候后学还没有常来佛堂 在家里的时候呢,晚上可能会看电视 然后呢,爸爸要出门的时候呢 他就从口袋拿了一个 10块钱的零用钱给后学 那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 后学就知道 哦,那爸爸父亲要去佛堂讲课 去佛堂服务,去佛堂当志工 那么这一段过程呢 后学其实很耳濡目染 其实在有印象的过程当中呢 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基金会 在忙于志工的工作 纵使忙到很晚 甚至是假日 除了一到五的平日工作以外呢 甚至是假日 他们也都会拨时间到基金会 到佛堂里面去服务 那后学在这样的这个氛围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环境之下 后学很感恩,为什么? 因为后学的爷爷 阿公还有我们的奶奶 现在在二、三、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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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不止 大概三十多年前 他们就有幸 有受到尹保师的引渡 所以他们先出路 踏入这个佛堂来基金会学习 那后来呢 后学的爸爸、后学的妈妈 也都在这样一路上的学习 后学很庆幸 也很感恩 能够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后学常听我们上方在讲啊 你看今天我们生在哪一个家庭 出生在我们的出生地 像后学出生地是在台中 那我们出生的性别是男生 女生是前道或坤道 甚至是我们出生的家庭 我们出生的家庭是小康家庭 还是富裕的家庭 孩子甚至是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家庭 或者甚至是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我应该选择 投胎到谁家 我来当他的儿子呢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长相对不对 以上的种种 我们上方慈悲过我们说过这些观念 以上种种 在我们投胎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没有办法决定 可是以上的这些条件 几乎决定了一辈子大半的生活 是不是 那后学很感恩很庆幸 能够有机会出生在这个修半道的家庭 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我应该要更把握这样的机会来去学习 后学以前读高中的时候 后学是读功课 就是奠基 就是整个班上呢 只有 当时入学的时候只有两个女生 只有两位女生同学 那结果半年后 就到寒假的时候 半年后半年后 这两个同学 转学了 转学了 所以我们整个电击科、电击班里面呢 全部都没有女生 高中、大学 这样的求学生活呢 整个班上全部都是男生 所以阳刚位很重 阳刚位很重就是 右边也是男同学 左边也是男同学 大家的阳刚位都很重 那大家放假的时候呢 无非台中嘛 他可能跑到一中街 跑到逢甲 跑到东海大学去玩啊 去逛街啊这样子 可是因为后学在我们家庭 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其实后学从小的时候呢 就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到佛堂基金会服务来学习 其实走了这么多年来 其实后学自己回想了一下 如果当时后学没有跟着爸爸妈妈 没有跟着父母一起在佛堂基金会服务的话 那后学是不是会跟班上的同学一样 假日呢就是往这些地方跑 往那些地方去玩 那如果一样是投入这样的时间 那么十几年过后 后学人又会在哪里 所以后学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能有这一个荣幸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后学很感恩 也庆幸自己能够在这样的修办家庭 真的自己真的觉得很 很荣幸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 修来的福报 让后学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后学也很感恩后学的父母 能够在从小能够喇叭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起学习 一起去成长 然后一起学习去付出 后来后学的哥哥 后学的兄长 那也就是后学的大嫂一起结婚嘛 那后学的大嫂也是佛堂基金会里面的人 所以完全没有隔阂 就是沟通起来就很像自家人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长期服务于 长期服务于志工 长期服务于社会 甚至是我们也长期如数 所以在家庭沟通上面 我们也都没有 都没有让人家觉得说 一个大嫂进来 或者是说她加入了一个新的家庭 那是不是要产生磨合一阵子 那我们家都没有 如同照片上面所看的 那个中间是后学的大哥 那右边就是后学的大嫂嘛 那再过来 再过来大嫂的左边就是后学的母亲 然后再过来 穿着这个旗袍的是后学的姑姑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一家和乐修办 那也都在佛堂奉献付出 所以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会相约 那班旗 有班旗可以学习上课的时候 我们也都一起 会到佛堂来学习上课 那成都右手边这张照片 在几年前后学的父母 因为中年转职患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家开了一个素食的一个餐厅 素食的一个餐厅 就在台中太平而已 那么也很得性 能够我们的这个大德苏鸟 还有我们的道场的领导 甚至是几位老师 还有前贤 都有幸能够来这边一起 给我们 给我们 给我们那个 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光荣 让我们有这个荣幸 他们也都来这边用餐 所以 在这个环境下 后学很感恩 有这么好的父母亲 然后有这么好的基金会 有这么好的上方 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修办的环境下无后顾之忧 真的是无后顾之忧 就像刚刚后学说的 如果我跟一般的高中同学 我们这个几位电机科的同学 如果假日都只是去逛街 都只是去游玩 说实在的有时候我们在基金会里面上课 我们会自己会想 玩乐那个是其中人生的一个过程 一个甚至是满足 满足虚荣心 可能买了很多东西 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真的当晚上静下来的时候 这些东西甚至是这一些游乐 真的会是自己想要的吗 那虽然我们假日在佛堂来这边服务 来这边学习 可是这一路上即使忙得很晚 即使会累 可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心中还是人家讲说 咪咪阿球 微微的笑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法喜充满喜悦 心中的那种喜悦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第 接下来这边要来跟大家分享 来基金会学习 无非是需要有人来教导我们 来教授我们 来教诲我们 古文说 诗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后学的成长过程当中 后学有两位老师 后学很感恩 有这两位老师的提拔跟栽培 才能够造就目前后学的我 那这两位老师是哪两位呢 或许各位前嫌 各位家人可能有看过 可能也有听过 那么是不是您也是其中的之一呢 那后学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位 就是我们的徐老师凤凰 那这是一个这个 进阶班旗的照片喔 他不是背了一个翅膀喔 这个是 我们当时有一个班旗开班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领班老师 所以那个在班上有一个 有一个个人照片这样 徐老师凤凰呢 后学很感恩他 因为呢他教导了后学 在从年轻的时候 后学想一下 大概从后学大学 喔不是 从大概高二高三左右 高二高三左右 他给后学很多的机会去学习 如何承办一个活动 甚至是说 徐老师凤凰给了后学人生的第一个舞台 给了人生后学第一个舞台 那个 我们在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从政办了五天五夜的夏令营 那个时候呢 我们对外招生 对外招生每一梯都爆满 这个后面会讲到 那么我们在夏令营开始之前 我们会办那个小队府的训练 那那个时候因为人数非常多 甚至是到有一次是将近五百个人 那那个时候徐老师凤凰呢 他就说叫后学去编一首歌 那时候后学就很紧张 五百个来参与的年轻人 里面如果有很会跳舞的 甚至是如果里面有一些舞蹈老师 甚至是里面有一些康福的高手 哇我真的是成惶成孔 可是徐老师凤凰跟后学说 你不要怕 后学相信你 后学相信你 所以后学很敢跟徐老师凤凰 给了后学很多承办活动的机会 以及舞台 这个是后学在大概高中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收到徐老师凤凰的栽培 所以后学非常印象深刻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老师呢 大家猜猜是谁 那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执行长 也就是我们的王老师陈琦 王老师陈琦是后学在修办的路上呢 第二个让后学非常感恩上方的提拔的 其中一个老师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徐老师凤凰呢 他是在后学在承办活动 承接活动的时候的一个恩师 那么在人生的这个志向上 人生的这个理念上 甚至是转念上面 在这个修办的过程的这个信念的提升上 王老师陈琦呢 是后学另外一个学习一个对象的一个老师 那么后面会来继续跟大家提到 刚刚有讲到那个夏令营 其实基金会的夏令营 有一个为期五天五月的夏令营 什么时候开始 也就如同我们简报上面写的 在民国95年的7月10号到7月14号 为期五天 那个是我们基金会第一次办 为期五天的营队 也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要送来基金会 五天五月都住在这个地方 民国95年是第一梯 当然在以前 在这个之前也有办夏令营 那那个时候或许小时候都有参加 那时候是参加好像是两天两夜 就个周末这样子而已 那为期五天呢 这个是头一次 那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黄董事长那时候 要开这个五天五夜的这个营队 他就跟徐老师凤凰讲说 这件事情你全权下去处理 办五天五夜 徐老师凤凰就紧张 要办五天五夜的夏令营 失之哪里来 干部哪里来 那那个时候徐老师凤凰 那时候就有打电话给后学说 欸 起字啊 起字啊 你暑假有没有空 你今年暑假有没有空 那个时候后学好像记得 我那时候是大 好像是大二吧 他就打电话来 后学就说 哦 这个暑假应该可以哦 应该 没有去打工 他就说 OK 好好 那我跟你定哦 你这个暑假 你就来从政来这边护持夏令营 后学就这样一通电话 就这样一通电话 跟徐老师凤凰一起开启了这个 为期五天五月夏令营的开始 那个时候因为基金会办理这个读金班 全省最多的时候在全省有将近四百个点的读金班 所以那个时候的夏令营 开放报名 因为我们一梯次只收一百个人 一梯次只收一百个人 网络开放报名之后两三天 一百个人就报满 一百个人就报满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AT AT 是一到三年级 那BT 呢 BT 也是一到三年级 就是隔一个礼拜 我们曾经就那一年嘛 开A B C D E 总共要开了五梯 三梯一到三年级 两梯四到六年级 那国中梯归国中梯 那总共有五个梯次的小学 小学梯次 结果因为报名人数实在是太踊跃 后来又再加开了一梯 再加开了一梯一到三年级 所以总共连续开了六个礼拜 各位浅浅你说 你再带一个营队连续开六个礼拜 你的功力怎么可能不会提升呢 你连续连续六个礼拜 面对不同的小朋友 用不一样的课程来引导 来教导这群小朋友如何能够养成好的品格 在这个五天五夜的夏丽影里面能够让他们能够有一点收获 有一点学习的成长 那连续六梯 你又怎么可能你的功力不会提升 那这个是第一年 所以如同照片上面看到的 每一梯次都是爆满 那左边这张照片就是徐老师凤凰带领我们 我们穿着蓝色智光服的所有的这些 智光的这些年轻人这样子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第一个提示 那为什么要再讲贤德青年这个时候要谈到夏丽影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房董事长开了这个五天五夜的夏丽影 那一开始的成效非常非常的好 在徐老师凤凰还有召集几个老师 甚至几个干部的带动之下 前两年的这个成效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的 黄董事长我们的上方看到了 在基金会里面这一群高中跟大学的年轻人 这么样的用心 这么样的有活力 他们就想说一定要在这个年纪 将我们基金会里面 道成里面的第二代 要再做一个传承的教导 传承的引导 所以产生了 产生了 在隔年我们就产生了 道场基金会开设了一个班叫做贤德班 那我们就把它称为 简称为贤德青年 照片上面看到的这一张呢 这些人看起来不是大学生对不对 对 但这一些人就是我们第一批 第一批跟徐老师凤凰一起打拼 五天五月夏丽营里面的干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是不是有人已经抱小孩子了 对 就有人 就是因为十几年前嘛 所以到现在大家也长大了 长大了 然后也有自己的下一代 也自己的下一代 所以 这张照片十几年前拍一张 十几年后再来拍一张 大家可以看到 有十几年前徐老师凤凰的带动 那么这么十几年来 我们的品格夏丽营 每一年都继续的举办 没有间断 所以在隔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了 道场就开了贤德班 那贤德班有什么条件呢 那这个不是赢队 这个是一个干部的培训班 年轻的培训班 大家看一下 在隔年我们民国97年的8月6号 后学也很荣幸当时有这个机会 可以参与第一期 那这个条件 上面写着要大学以上 35岁以下未婚 所以刚刚刚上一个照片 我们看到 上一个照片看到的那一些哥哥姐姐 已经都没有 已经都没有机会 因为有的人已经超过35岁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 好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黄董事长 还有我们的大德苏妞 他们很重视年轻人的 道场的教育跟栽培 所以想到这边 后学也很感恩 当后学还在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 就是后学的父母 都一个礼拜 三四天四五天 都会往佛堂 往基金会里面去跑 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父母 在基金会的前二三十年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江山 在我们的董事长 在我们的大德苏妞的这个带领之下 让我们的父母也都很听话 在这个二三十年当中 为我们的道场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那么现在的时空背景 道场会继续往前发展 因为不一样的环境 不一样的时空 会用不一样的方法 所以在十几年前 我们的上方就很有 这样的一个远见 一定要将这些父母的第二代理念 把他教导好 这些从小教导好的理念 未来成长起来了 成长到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他们自然而然的 他们的理念会通 自然而然 他们就能够付出他们的精力 付出他们的精神 来为道场所用 那看到的这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后学当时 在入班的时候 是我们的天仙状元 秋长春秋大仙 就是我们的仙佛 献身灵潭 那亲世的这个末宝 就是 宣佛就是在班上 直接拿毛笔 直接末宝 直接写下来的 这个感恩 因为当后学回想起来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说 道场给我们太多了 如果今天后学 如果没有在道场 此时此刻的后学 会在哪个地方 所以后学有幸 能够参与这个第一期的先得班 身边旁边的 全部都是条件一模一样 三十五岁以下 至少大学学历以上 然后还要未婚 还要未婚 好 那么要带领这一群 要带领这一群 我们所谓的年轻分子 知识分子 那要用什么样的领班老师来带呢 或许那个时候就很有印象深刻 真的会觉得说 道场栽培是有远见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领班老师 也就是我们刚刚图片上面的 王执行长王老师陈琪 为什么 因为王老师陈琪呢 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呢 就跟随我们的大德书牛 在一路上的修办学习 那今天开设贤德班呢 上方指派王老师呢 他们来带领我们 因为他们也是有学历 有智慧 甚至也都是未婚 那用这么优秀的上方 来带领贤德班的这一群年轻人 可见道场对于贤德班的重视 道场对于道场未来 30年甚至是50年的发展 已经有一个很远见的一个安排 所以呢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呢 感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修办环境 所以看到这张照片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青春美丽 有没有看到后学在哪里 后学刚好那个时候坐在前面 这张照片呢 每一个全部都是大学以上学历 35岁以下未婚 看到这张照片就觉得充满希望 如果您的小孩 如果您的小孩也跟这一群年轻人 统统在一起 你还能够担心你的小孩子会变坏吗 基本上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五天的课程半年一次 一次接受五天的这个课程训练 大家从不习惯到慢慢的习惯 怎么样不习惯 那现在入班的时候他有一些标准跟规矩 第一个 男生要剪头发 就像后学现在这样 剪了一个小小的平头 那各位前嫌人知道 头发也是男生的第二生命 后学以前还没有入班的时候 后学也是有留头发的 当然不是很常的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大学生 就是总是会留头发 那时候不太习惯理平头 理平头是 已经是国中的时候的事情了 那大学那时候都会留头发 所以后学当时要剪头发的时候 然后也是有一点挣扎 有一点挣扎 那旁边的同学更挣扎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头发留比较长 还可以旁分这样 那要入班的时候 明明入班条件写得很清楚 入班的时候要修剪头发 然后要来检查 然后你还要有 要有白制服 要有西装 甚至是你要自备碗筷 然后几天的衣服 然后这些都要自备过来 那其中最让男生班员 男生同学 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就是理头发 因为头发为了要入班 为了要接受这个干部训练班 然后就要把头发剪掉 那真的是很痛苦 真的是很痛苦 有的人有剪 然后入班的时候就是旁边这样 这边就只有修一点点 旁边要修一点点这样 然后上面都没有剪这样 然后他就这样才入班了 入班的时候要检查 有那个报道像当兵一样 当兵一样要先报道 看一下我是几号这样子 然后到这边领取那个名牌 然后打开行李来接受一下 看一下说什么东西有带 有没有带志工服 有没有带皮带 有没有带运动服 运动裤 最后一项就是检查头发 然后就说 那个某某某 这个头发好像太长喔 我有剪啊 我有剪啊 这样不行吗 这样不行吗 你不要为难 因为检查的当时是学长姐嘛 没有入班的学长姐 学长姐就说 你不要为难我 不然你去请那个主班老师 或领班老师看一下这样 他就真的就跑去找领班老师 领班老师就跟他说 某某某 这样真的不行 我如果让你过的话 那其他同学怎么办 我们旁边已经有 剪髮的阿姨已经在现场了 你要不要直接去现场处理一下 所以这个 即使大家有百般的不愿意 百般的不愿意 那他也是 摸摸鼻子呢 好 最后一个那个 就是最后一个栏位嘛 就是剪头发这一张呢 那个学长姐没有签名 所以他就到旁边 先去给 剪头发的那个 阿姨先现场 就现场直接 现场直接剪 当然没有整个变成平头啦 就是把他的长度 再稍微的修短一下 可是各位先前知道吗 其实经过修剪之后 也是很帅 也是很好看啊 可是男生在还没有当兵之前 因为当兵就一定要把头发处理掉嘛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只要你进了当兵路 每个男生头发一定要离掉 甚至离得比后学现在这个还短 可是当时大家是大学生啊 你要他把头发剪短 真的是很痛苦 真的是很痛苦 可是转个念头想一下 其实头发三千法师 一个月后又长出来了 那何必执着于那五天的路班呢 所以从我们一开始的这种不愿意的接受 甚至是痛苦的接受 到后来慢慢慢慢的大家能够去理解 为什么道场基金会上方要用这样的教育方式来教导我们 其实这无非就是要我们去除什么 去除我值 去除我值 如果你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怎样 我一定要怎样 我不能没有留长头发不行 我不能够没有怎样不行 如果能够把这个我值拿掉 其实心性的提升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 所以当时开车这个贤德班呢 纵使让一开始有一些人很不适应 可是这些当时参加过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在当时参加的前头几年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学长姐了嘛 在学长姐他们立下了这么好的一个标杆跟模范 也就造就了后面的学弟妹 会有一个很好的标准跟规范 那学长姐都这样子做了 那我们后面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这样子 还在那边推三组式的 当然就没有理由二话不说 所以我们很感恩道场能够用这么样的环境 甚至是金钱投入在教育上面 为的就是希望我们道场的下一代 能够理念能够提升 那参加了贤德班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就是我们要成为传承接棒的人 那如同上面看到的这几张 这几张是后学的小照片 那在这个中间后学也经历过了很多种不一样的这种角色的尝试 就是入班学习烹饪 像左下角这一张 所以后学一个男生 在小时候呢 几乎很少很少进厨房 但是长大了之后呢 甚至是入了班之后呢 有这么样多的机会 甚至是跟大家一起成立宫堂在外面 都会有很多自己要去煮饭学习的机会 那如同这个简报上面的上面这一张跟下面这一张 我们有很多在不同的场合去学习主持 那个时候后学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 所以我们主持了很多种大大小小的场合 甚至是大大小小的人物 来到那个现场 我们都有这个荣幸 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可以主持 那右边这两张呢 就是班上的一些活动 以及发表自己的看法 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个对年轻人来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常常被老师说啊 叫你举手站起来都不敢讲 坐下来的时候呢 一直讲一直讲 一直讲这样子 所以在基金会的学习 除了上方给我们的理念以外呢 也要教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勇于地表达自己 所以刚刚几张照片呢 是后学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么接下来呢 后学会跟大家分享几张图片 也就是贤德班的年轻人呢 究竟在基金会里面 做了哪一些的事情 那么因为照片众多 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的照片呢 无法一一地跟大家分享 那么后学呢 就选了几张照片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 一个报告 我们先看这一张 这张你看到的 上面那个这个 黄色的衣服 就是我们每一年 办的这个品格下令 营的小队服 那么蓝色的志工服呢 就是在营队上面的这个干部 核心 这个学长姐 这样子 那每一年呢 我们都会从 高中体系跟大学体系 去招募 招募外面的年轻人来这边 来带小朋友 来品格下令营 那来这边品格下令营 一开始也让这一群 外面的高中生跟大学生 有一点点的不习惯 因为我们的下令营 是品格下令营 而不是游泳下令营 而不是篮球体验营 我们这个是品格下令营 所以我们来教导的小朋友 一到三年级的小朋友 小学生呢 我们除了教导品格以外 连大哥哥大姐姐 也就是这一群 穿黄色衣服的小队俘 他们也是要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品格的教育 或许印象很深 有一次在洗碗的时候 就是哥哥 带着队上的十个小朋友 一队有十个人 要去洗碗 就是用完餐 这个印象很深 这个小队俘 他是高中一年级 要升高二的暑假 高一升高的暑假 好 执行官说下课下餐桌了 然后他们就带队去洗碗 结果出去之后 后来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进来跟后学讲 那个 骑这个小队俘有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各位浅玄 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这一个高一的男生小队俘 他说他自己不会洗碗 或许吓一跳 驾 自己不会洗碗 问了一下才知道 他真的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自己在洗碗 没有什么自己在洗碗 所以一下子他要带 十个小朋友 到洗手台去洗碗 这个动作 对他来讲 好像是一个很困难的动作 但是当我们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很 习以为常的动作 或许会回想到 原来这个高中生 他从小环境生长太好了 或许查来伸手 犯来脏口 这些事情可能都轮不到他来做 所以他竟然高一生高的 这一个暑假来这边 当品格夏丽颖的小队俘小哥哥姐姐 竟然自己不会洗碗 这件事情让后学真的非常印象的深刻 所以教育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只有教育大学生 教育高中生 这些事情是要从小开始栽培教育 所以品格夏丽颖 在里面的小朋友 我们会教导他们起床 要自己折棉被 吃完饭要自己洗一碗 上课举手才可以回答 老师有说某某某 你可以回答的时候 你才可以回答 种种的在生活上面的 品格的教育的理由 都在这个夏丽颖上面 能够透过五天五夜 能够一点点一点点的 灌输到这个 我们的孩子身上 当然因为与时俱进 像我们今年跟去年 我们加入了这个 AI程式的课程在里面 让这个孩子们 能够学习到现在 社会上主流的一个氛围 好 那么再来会看到的这一个就是 我们针对国高中生 国高中生 我们也有办这个心灵体验营 所以大家看到上面 白色制服以外的便服 就是全部都是国中生跟高中生 刚刚我们谈到的是小学 那这个国高中生 他们的思维又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国中生跟高中生 会有什么期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叛逆期 甚至是 看我们在跟大学生上课 跟在跟国中生上课 情况很不一样 我们如果高 大学生上课 要回答问题 马上大家会抢答 那国中班呢 高中班呢 要回答问题 每一个人都 就 每一个人都就坐着这样 完全 完全没有想要理 完全没有想要理台上的这个讲师跟老师 所以 带国中生跟带高中生 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教育的方式 可是 这个 三天的这个国高中班的营队 其实也让 我们这群国高中生 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所以 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学习 或许很感恩 能够有这样的 服务的 付出的 让我成长的机会 能够来 跟这一群 国中生跟高中生 成为 好朋友 好麻吉 我们把他当成是亲弟弟 亲妹妹 他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哥哥 以这样的心情来做 这样的对待 好那这个就是大学生的 这个就是大学生的这个生活 然后这个 左边这张图片呢 我们就是开设这个大学班 大学班 那上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 所有的这个 贤德班以上的干部 因为 贤德班是栽培道场的大学以上干部嘛 所以我们开设大学班 就由 大学以上的贤德干部来担任小班长 所以 大家 穿上了制服之后呢 然后打上了领带 那女生呢 打上了这个 小朱朱呢 每个人都变成一个 小绅士小淑女 真的 真的 在这样的氛围下 其实 拍一个照片 跟五年后再拍个照片 各位浅姐 你会发现 我们自己本身的气质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好 那除了课程之外呢 我们当然也 贤德班的青年 年轻人 当然都也还会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 左边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不久前 我们的大德枢纽 带领 带领 带领贤德班的年轻人 去哪里 大家猜一下 猜看看 可以在 可以在聊天室留言 留言一下 没有错 大家看到有人拿浮标啦 然后有人穿拖鞋 看就知道 这个大家这就是 才刚游泳起来 没有错 他的苏牛呢 他亲自带队 他也有 他也有参与 这个就是在今年的2022年的 南投横渡日月潭 我们这一次 三十几位年轻人 快四十位 然后总共两部游览车 浩浩荡荡的往南投前进 这样子 那这个是在 在教育课程之外的其他的 活动跟班级跟课程 那大德苏牛也都很重视这些 所以他也都会亲自的 亲自的带领大家 所以 我们很敢跟有这样子的上方 能够带领我们 好 那么贤德班的年轻人 他们平常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会在公堂 就是在某某大学 某某大学的旁边 租了一间公寓 甚至是一间独栋的 独栋的这个透天这样子 那在这个 不同的学校旁边 成立这个公堂 成立这个书院 让在这个大学附近的大学生 除了是自己 宣德班干部以外 也能够 也能够邀自己同裁 同裁的大学生 能够就近一起在这边学习 所以在公堂上面 你看大家会这个有做 这个应该叫做蛋塔 大家会学习做蛋塔 甚至是右边这个照片 大家猜我们在做什么 没有错 这个大家就是在包装 那个酒精 包装那个酒精吸收乳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制作这个酒精 然后再推广给这个同学 这个酒精品很漂亮 还有不同的口味 有薰衣草 有柠檬 有橙香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公堂上面 大家有一个环境 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连线 像现在厂长用视讯上课 连线视讯上课 所以不同的公堂 像左边这张照片 这个后面墙壁 这边有一个这个装饰 这个叫做红弦 红弦呢 目前他是在这个复兴路上 所以他就吃这个区块的 年轻鞋子 那右边这张照片 我们就是有孔老夫子 圣像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靠近冯甲大学 冯甲大学的公堂 所以你看到照片上面的 前面的这个同学 他们就是读冯甲 还有读中国一大学的 中国一大学冯甲校区那边 所以不同的学校 会有不同的公堂 来究竟能够一起学习教育 成长在附近的这个大学生 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到场的年轻人呢 还有做很多服务的工作 像比如说这个是今年才刚刚办完的 我们到高雄的这个 魏武营的这个音乐厅呢 去做这个演奏 那么一群年轻人呢 就到这个现场去服务 所以大家也是穿着 穿着很干净很漂亮很帅 这样去做现场这个服务的工作 所以满满的行程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那照片呢也很多 所以后学呢 用个简短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大家平常做的哪些工作 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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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容 有老乖 有白色 也有欢乐 不管是谁 我相信 上天的红白 编不住 未来一半哪多 有希望我能力 也有辛苦 走过来经验 让我有你都看出每一步 走到这条爱情情走 这就是刚刚讲的大学班 那这个我们到雾峰 我们雾峰我们去进山 在雾峰的一个山上的步道 我们去进山 把那个山的环境整理进山 那这个是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们在我们的雾峰的白羊圣庙 我们有办了一个祭祖 那大家一起来练习 参与这个义舞 义舞的演出 就黄色的这个舞蹈 那这个是练习的过程 那这个在今年的五月份 我们办了母亲节 双亲节的晚会 那由我们的子女来为父母洗脚 那这个线上 这个线上很多人 当然我们所有现场的工作人员 两百多人这样 那用线上的节目呈现 那每一个年轻人都是精锐尽出啊 那这个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个国乐团 我们大家一起到高雄卫武营去服务 那这个是在公堂上面上课 公堂上面上课大家一起自己煮饭 用餐 展现大家各自的手艺 然后连线到中心来上课 那么这个又是我们针对我们的 美洲地区跟我们的亚洲地区 开的全英文的新年讲座 线上课程 所以你看左边这个照片都是 当地在国外南美洲的前写 那这个呢我们去学习 制作一个MV 我们去图曲 然后呢我们自己拍摄 然后到最后自己剪辑 成为一首圣歌 这个是在录音室的情况 我们不是歌手 可是我们学习当歌手 这个是在万高聊 万高聊那边有一个类似 活动的演讲主题 我们在那个地方拍摄MV 那当然这首歌的词 是由仙佛做的词 那由我们 我们后面自己来把它补取 把它做成一首圣歌 这个在 这个在网路上 在YouTube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合唱的一个表演 好 那么简短的影片呢 无法全部的 来跟大家说明 整个贤德班的年轻人 到底从事了哪一些事情 那么也是时间有限 下次呢 会再找另外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最后呢 或许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许像现在 或许大概三十几岁嘛 我们受到道场的教育的栽培 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 未来的责任也都很重大 所以呢 我们都跟我们自己的年轻人 自己齐勉一句 要传承接棒 后面那一句更重要 要棒棒接棒 不掉棒 对不对 你看那个大队接力 大队接力 前面一个人跟后面一个人 当那个棒子接起来的时候 然后接到 继续往前冲 如果没有接好 掉了 你看那个旁边的 旁边的队友会怎样 你知道 那个一掉棒 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们都期免自己 将前人背的精神 敢跟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之下 将前人背的精神 承接 然后我们也将这样的精神 继续把它传承下去 那所以我们也告诉自己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光阴百代的过客 不管今天前选您是五十岁六十岁 甚至像后学二十岁三十岁 我们总有一天都会离开 但是呢 我们最后会留下信念跟价值 在这个人世间 在这个人世间 所以人家常常讲嘛 概观论定 不管我们今天年纪多大 或者是年纪多轻 当你有这个感恩的思想之后呢 你就能够知道说 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 需要我们去探讨跟追寻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这么多的众生 需要我们去救度 那么以上呢 这个简短的报告 后学跟大家分享感恩祈福这堂课 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来这边跟大家做学习 那么后学以上 这边跟大家报告 祝福大家 祝福各位家人前嫌 能够身心愉悦 法喜充满 谢谢大家